好 来 各位小朋友还有各位老师 还有我们这三位是谁 姐姐 对 这三位姐姐是有名字的 这三位姐姐是谁 喵喵姐姐 是谁 喵喵姐姐 对 这三位姐姐叫喵喵姐姐 好 大家早安 好 先让我们一下 我们这边是最优秀的几个班 今天几班 第一名 一年上班 第一名 一年一班 还有呢 一年二班 还有没有 没有 好 最优秀的三个班 我们开第一跑 好 那今天呢 小朋友很幸运 我们请到这学校 最活泼可爱又聪明的喵喵姐姐 来跟各位讲故事 你们 那你有流鼻血吗 这边还有一个流鼻血 最近天气啊 冷热变化比较大 早上起床要不要用手去跟你的鼻子打招呼 不要 容易抠 抠一抠就流鼻血了 因为你们的皮肤很细 所以稍微一碰就流鼻血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最棒的三位姐姐来跟各位讲故事 所以呢 待会小朋友你听到的 不是大人跟你讲故事喔 是小朋友跟 大朋友跟小朋友讲故事 所以待会要不要更认真的听 要 好 那认真听完呢 我们的起起起老师啊 嘿 那个水果奶奶里面那个 有一个也叫起起对不对 嘿 我们这个起起老师是比较漂亮的 起起老师呢 会准备小奖品 给小朋友做有奖争的 所以呢 要认真听 那因为我们时间很宝贵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 给我们的三位 喵喵故事物的姐姐 来 掌声鼓励 大家好 是芋头姐姐 我是金鸟 我 你 今天芋头姐姐 要为大家说故事 故事 掌声卖一汤 大家好 芋头姐姐 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故伍伯伯伯 很久以前 有这个简笔 他们和爸爸 妈妈 住在山脚下 有一天 爸爸和妈妈 到囚园门 没办法在晚上之前 在山脚下 爸爸就对姐弟俩说 姐姐 我们不在的时候 要好好的照顾弟弟 弟弟 要乖乖听姐姐的话 妈妈也不停的吩咐 姐弟俩说 我们不在的时候 不管谁来敲门 都不能让他们进来 知道吗 姐弟俩一起点头的说 知道了 等爸妈走后 姐弟俩赶紧跑回家里 把他们凑得紧紧的 不让任何人进来 这时 草原中出现了一只老虎鸡 他看到 家里只剩姐弟俩 就想了一个妙计 要把姐弟俩吃掉 他从草原里 捡到了一块大花 把自己放得紧紧的 不让任何人看到 太阳下山了 这是一个好黑好黑的晚上 正当姐姐吹 弟弟赶快去睡觉时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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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弟俩很害怕 但姐姐壮大感的问 是谁在外面啊 老虎提说 我是你们的虎毒婆 今天特地来特地看我们 姐弟俩 不知道家里有这个虎毒婆 姐弟俩问 我从不知道家里有这个虎毒婆 所以我没办法让你进来 虎毒婆说 不要害怕 我真的是你们的虎毒婆 快点开门 我有带好吃的零食 有可乐吗 夹食酥 还有棒棒糖呢 弟弟听到有这些 好吃的零食 口水慢慢的慢慢的流了下来 趁着姐姐赶快去开门 但姐姐轻声的对弟弟说 难道 你都忘记妈妈出门前交代的话了吗 弟弟很外去的说 可是 可是 如果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你也不能让她待在外面吧 正当姐姐不知道要不要开门时 弟弟已经跑到前去把门打开 突然走进来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弟弟吓了一跳 问姑婆 你就是我们的姑婆呀 你的鸭汁好尖哦 姑姑婆说 她是因为我常常摸鸭的关系啊 姐姐亲姑婆 姐姐坐在门盆上 让姑婆生气的对姐姐说 我 不会讨厌做门盆了 我反而比较喜欢做大水缸 姐姐不知道为什么姑婆是喜欢做大水缸 但又怕姑婆生气 于是 就从厨房里搬了一个大水缸来连住过头 终于遇到了睡觉时间 弟弟问姑婆说 姑婆 我可不可以吃你带来的零食了呢 姑婆向你说 别挤别挤 今晚谁要跟我睡 谁就可以吃那好吃的零食 弟弟听到这句话 赶紧先的说 姑婆 我喜欢你 我要跟你睡 姑婆开心的笑着 于是 姐姐让姑婆和弟弟说这张床 自己折迟睡一张床 一瞬间 姐姐被看出 烤子的声音吵醒了 姐姐问姑婆 姑婆 你在吃什么呀 姑婆说 姑婆在吃麻花卷嘛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呢 姐姐问 姑婆说 好 就递了一个给姐姐 姐姐看到那是弟弟的手指头 不禁流下眼泪 哭了起来 姐姐害怕自己也被吃掉 就跟姑婆说 姑婆 我想上厕所 姑婆说 不行 难道你是想偷跑吗 姐姐说 不会的 不信姑婆 那条身体是把我绑住 于是 姐姐就被用条身体绑住了 姐姐很聪明 那条身体 拿了一个撞到水的大楼 一起側 轻轻的把身体放在大水族的身上 没有 轻轻的把你打开 他去了家门 外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棵 大多大的树 姐姐他上树 他好害怕 只失望不到吧 哥妈妈 赶快回来 每次 姑婆只要就跟姐姐上厕所上升救食 就会拉一张水族 他就会听到水屋里 里面的水 吸引 湿里的水屋 姑婆就放心了 但这次不一样 姑婆跑进厕所 绑得打开 他哪看得见姐姐的公明啊 姑婆很生气 因为他知道自己被剪剪片了 赶紧跑出去一去找姐姐 但他左掌 右掌 就是找不到姐姐的终于 他渴了 于是 他乱下了 不可以同水 这时 他看到水上有一个女孩子的倒影 转头一看 原来是姐姐 姑婆大声的喊 快下来 不然我要开始咬树咯 姐姐知道这句话 更加的害怕 不敢下来 姑婆开始要说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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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一半 姑婆停下来跟姐姐说 快下来 突然树要断咯 可是 姐姐 不敢下来 我也想了一个妙子 陪队 我说 姑婆 我就下来就去吃饭 可是 我的肉是生的 一定不好吃 不如 你回去烧多热油 再端来树下 把我炸一炸 你会像咸醋鸡一样脆脆的 很好吃哦 姑婆听到这句话 直点头 赶紧跑回姐姐家 准备烧肉油 但她不知道 姐姐家的油放在哪里 就跑到水中 跑到一口油 等油烧好了 她把油管保收下 对姐姐讲 下来 油已经烧好了 但姐姐又说 可是 我这样 嘣 跳下去 油一定会见到您的手上 不如 你把油拿到绳子掉上来 你觉得如何 姑婆一直说你好 好 就拿到条绳子 把油掉下去 等姐姐拿到油 往下一看 看到姑婆已经 张开大嘴 要把姐姐吃掉了 这时 姐姐拿起了油 往姑婆的身上一挡 于是 就把姑姑婆活活的烫死了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 姐姐有些问题要讨讨大家 第一题 姑姑婆是什么动物变成的呢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数123 123 好 你拿着 她问的 对 第二题 姑姑婆带了什么好吃的零食呢 看下来 12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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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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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題 姐姐為了調整帶了什麼好東西進廁所呢 一 二 三 第五題 苦苦婆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發現了姐姐 一 二 三 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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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題 姐姐說如果把自己炸一炸 會像什麼一樣好吃呢 大聲 一 二 三 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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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2、3 2、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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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